如果你是住在市角 我很肯定你知道五年前 闲止之前 这里是怎样的 那时候我来这里挑战 带着发展市角的承诺 要给你们值得拥有的一切 从那个时候开始 一切都朝向更好的发展 过去五年都没有停下脚步 如今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一起团结努力 我肯定能做得更多 将我们一起为更好的市角加油 在过去的五年 我们为了市角做很多基本建设 打好稳固的基础 在未来的五年 只要我们同心协力 市角将会大转变 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设施 不只是带来更好的生活 也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发展 包括提升高速大道 从南方到古境 这道北方都是全新大道 这包括市角的第二大桥 这会让四龙门即市角 前往马丹和普特扎亚基民 带来新的路线 这些道路将让市角来回古境更加方便 在数码时代 高速网络很重要 我保证我会付出一切能力 继续提升市角的网络 支持你们数码化的生活 不管是学习 工作 购物 还是娱乐 让大家容易跟世界连接 市角周围地区的农民 我要一个现代化的农业收集和加工中心 这样可帮助本地农民和小型商业 把他们的农产品卖在更多地方 这样会让市角成为古境的农业事物狼 让大家更容易从我们的农民买到新鲜的产品 因为这里人口不断地增加 我也建议做全新400个餐位的发展 带来更多方便和机会 让市角人民可以自给自主 这也是给小生意和饮食商家 更多营业的地方 带来更多工作和商业的机会 从刚崩上门头河边开始 一直到市角的老巴萨 就是我们新的河边五年 最近才开幕 接下来不只是要好好的保养 更要好好利用这个设施 让生活更好 刺激经济 包括生菜旅游 辱业旅游 机会 休闲和美食 为了家人和下一代生活更健康 整个市角将放心和建造超过十个新公元 为了让我们社区更安全 我们将会有新的警察机和小班机 还有闭路电视机和无人机等的新科技 为大家带来更好的保安 接下来的五年 也是时候让我们视角一个新的行政中心 服务每个人 也是第一条新的建筑物 刺激周围的经济活动 带来更多的生活改变和发展 上来政府还会新建更多廉价房屋 在江峰省骨的附近 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家园 红旗和换产将会完全改造 为举办大会体育活动和休闲水上的乐园 年轻的创意中心 到了2025年 视角将成为萨拉业2.0的一部分 会组成马来西亚平等伙伴的地位 还有更多的策略性的发展项目 我们一起变得更繁荣 年轻的大学生将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为萨拉业和经济做出负献 在2025年 视角将完成改头换面 成为古今新的卫星室 我们要同心协力 一定能做到这一切 视角同心 你我共进 杀人优先 共同前进 OHA 我猜有机会 我们不在这一切 来吧 感谢观看